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喜欢的事了 是半年还是一年 甚至是五年 本计划每周看一场电影 却时常感觉身心很累 一回家恨不得扑在床上立刻休息 说好的每天看书一小时 可工作占满了所有时间 书架上各种书籍堆积如山 谁曾想买回来动都没有动过 唱歌画画书法 之前都是自己的强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早已被生活埋没到了 看不见的地方 慢慢地和大多数人一样 活成了平凡且体面的普通人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按时上下班 喝口茶 看会儿抱 和同事唠唠嗑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待的时间长了 脑子里不再向往那些拼搏的美好 愈发向生活妥协 找一个合适的人 结婚生子 柴米油盐 安稳过一生 前段时间刚结婚的好友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但我肯定的是 这是我妈希望我活成的样子 至于我自己 早已忘记了自己想追求的是什么 父母的一句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毁了多少孩子的信仰和未来 我们不是长辈的附属品 只是我们自己 不是吗 孩子在诗里描述道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和你的心上人一起 走在街上 这个时代除了安于现状的人外 还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努力把生活 过得精彩风营 把自己活出了别人羡慕的模样 他们聪明 有思想 在自己争取的引导下 越来越光彩招人 不管人生处于什么阶段 他们不会丢弃自己 不会把自身的需求和目标 安置在别人身上 沮丧也好 开心也罢 时刻都懂得 拼尽全力 好好经营自己 这些人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想说一下他们内心 一直在坚持的那些事 聪明人不断提升自己的格局和眼界 有人问我 什么是格局 我想以一个网上的小故事来回答一下 有两个妇女去商场买衣服 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 其中一个妇女习惯性地跟邻居显摆 却发现同样的衣服 邻居比他少花了二十元钱 于是他耿耿欲怀数天 找商家说理爱大吵了一架 还气得自己大病了一回 这个人的格局就只二十元钱 而后的所有的不幸 都是他在斤斤计较造成的 而另一个妇女不说不问 即便知道也并不当一回事 依旧埋头则自己的事情 他心里很清楚 比起计较这二十元钱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很多天后 他的收入可以买一百件真的衣服 这就是所谓的格局 他包括一个人的眼界 胸襟 胆量 等布局 真正聪明的人 其实都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格局和眼界 一个人格局大了 首先范围广了 才能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未来也会是朝着自己向往的样子发展着 那应该如何提升格局呢 首先要有大局意识 生活中 我们时常容易情绪化 在一件事中没问清 前因后果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 着急下定论 久而久之对工作失去热情 对相处的人过于失望 最后取终人散 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并不是 做任何事情 不要因眼前的小事紧紧计较 考虑问题要全面 分析结果要抓重点 为全局考虑 只有大家都好 个人 才会更好 不要只顾自己 而丢了大家 其次要多读书 多多学习别人的长处 格局小的人往往总是 抓着别人的缺点不放 感觉身边所有人 事事不如自己 有了一定优越感后 不知上进 安逸自在 生活质量 逐渐去遇下坡路 拥有活跃的思维 是提升格局的关键因素 做事不死 想问题要活 与人相处时 经常发觉对方的优点 并擅长观察 虚心学习 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要去别人身上去寻找 而不是以为 盯着别人不如你的地方 如果可以 挤出时间都读书 尽量扩大自己的胸怀 去包容你身边每一个人 毕竟每个人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聪明的人用的 都是笨功夫 我经常羡慕一些人 他们做自媒体 短短三个月时间 从零做到两百万粉丝 二十三岁 刘美博士 在同龄人还没本科毕业的时候 他就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做着一个又一个科研项目 还有我身边做培训机构的朋友 去年跑遍了大街小巷 一个学生都受不到 而现在 却有了将近五百个固定的老学生 我一直以为他们运气好脑子好天生好命 又或者家里有资源 可以走节庆 更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节庆就是自己 聪明而时刻 把自己握在手中 一点点仔细打磨着自己的认知和品质 上次和我那个做培训的朋友吃饭 一个好友问他 以下的生意做这么好 是不是花钱找流量宣传了 他又要头说 那种宣传推广 确实能够达到让万人知道你的品牌 但真正想走进去了解他的少之又少 这不像卖东西那么简单 仅凭一张嘴 就能让顾客买单 这样的投资成本 对于做教育来讲很不划算 接下来他说了自己的方法 自己搞教育培训 肯定和学校息息相关 于是挨着一个一个跑学校宣传 刚开始直接被拒绝 觉得连门都没有进去 通过一些人脉 认识了一些老师 一次请他们吃饭 希望能给自己一次演讲的机会 一次不行请第二次 二次还不行第三次 拉下脸面不断尝试 打通与学校的合作 一年时间被人泼了无数冷水 也被学校拒之门外很多次 他都没有放弃 一次又一次坚持着 他用最笨的办法 在自己不服输的精神下 为自己打开了最踏实 也最长久的一条路 做事长家笨功夫 只有懂得吃苦的人 才能快速成为自己 聪明人都在坚持 自己认为对的事 人与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 井底的青蛙 他眼中的世界就是井口那么大 他想的问题 思考的东西 也只是那么多 翱翔在天空的老鹰 他展翅高飞 遨游在浩瀚无垠的云海 而他的眼里 则是俯瞰 世间所有万物 老鹰无法理解青蛙的思维 青蛙也不赞同老鹰的观点 两者都没有错 只不过所站的角度 决定了彼此的观念 对于一些事情 你首先要问问自己 是不是你所向往的 每个人所站的方位 和高度都不同 别人的观点不一定全部适合你 他只会站在他的处境思考问题 他所想要的并非是你所追求的 只要自己认为对 那就下决心坚持下去 做事情都首先问清楚自己 然后再去参考别人给出的答案 有些原则一定要有坚持 不能个个都要妥协 我想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做一辈子 虽不简单 但很快乐 我问自己 你是否还年轻 你的灵魂 是否还很纯净 人群中 是谁在艰难走走停停 又是谁在阳望着命运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繁华之后 终将还要独行 纷纷扰扰扰扰 没有谁能够说得清 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 在我们哭的笑的泪的岁月里 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 总是对别人太热情 却对自己很小心 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 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 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 最伟大的平凡 才应该最值得珍惜 我的明天 我依然会憧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繁华之后 终将还要独行 纷纷扰扰 没有谁能够说得清 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 在我们哭的笑的泪的岁月里 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 总是对别人太热情 却对自己很小心 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 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 你像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 最伟大的平凡 才应该最值得珍惜 我的明天 我的明天 我依然会憧憬 最伟大的平凡 才应该最珍惜 我的明天 我依然会憧憬 我依然会憧憬 我依然会坡 不要诬略 我依然会脱 我依然会这种 是什么样的 是想三草